Hello 大家好 瑞丸です 今天加开的极限超级战斗之路第34关 第6宇宙的类别 这次就打算把它给打过去好了 才刚刚开罢了 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啦 因为我们的希特 这是他最好发挥的场合啦 一回合防御上升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其实是他被动啦 攻击参加中的我方全员 都是第6宇宙类别的角色 10 敌全体 总切尤力气绝啦 那么只要一路气绝过去 就轻轻松松了对不对 只要一直气绝就可以一直爽 好 那么 队伍的话就 两位普助嘛 然后是三位是 加上这一个啦 攻击手 然后 这卡利夫拉来说的话 他算是一个防御当当啦 宇宙生存篇或纯粹撒尔人类别的敌人存在时 必定回避嘛 要不然的话就是第6宇宙跟BGPGG6类别的我方存在时 没有一体他就回避第8% 对于队伍内的那个 角色够多的时候他的 回避能力本身就很高 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啦 两个就全抵消的这个道具 然后再两个加工道具这么个样子 然后 任将跟他请上去 相信 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吧 只要如果这一张的话 Svados有一点点的小担心啊 可是 他可以封印技能可以攻击降低 想想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啦 虽然说是可以开路的 可是我还没去开播放了 好啦就这个样子 行きましょう 诶 怎么没有 没有点到 哈哈 诶 Virus 是最后 Virus Summer嘛 然后前两关都是宇宙生存片 那么我们的 啊 啊 这个顺位 有一点点都不美 不过没关系 看一下进场怎么样 没有前气绝呢 气绝没有成功 那么就这个样子好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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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嘛 诶 Vados的话 下一轮 下一轮提鼠 提鼠的压力会比较大 不过 我要打他 然后 希特就先把克鼠的角色给解决掉 それじゃ 行きますよ 200万 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输出啦 不过 下一轮 下一轮 诶 这边我应该开一个加工道具的 啊 算了 my god 再来 诶 不过这边 这一轮是有这个 健将的support memory啦 可是下一轮的话就 我是说下一轮是 如果我不小心在这边挂掉的话 我就没有的support memory用了 因为感觉 好像不是太 太行啊 太行啊 有一点点的小鸭 有点点的小鸭 SASUGA DESU SASUGA DESU HITTO YOO 哈哈哈 太让人兴奋了 这个就是希特的场嘛 有没有 有没有 根本就是希特的主场对不对 诶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的 塔利普拉内赏就 直冲了我们啦 诶 对 这边的话就先这个样子 反正是被气劫状态 所以就不管他 然后这一边这一位 接着嘛 就这一位 诶 有有有的 诶有有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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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全回避 哎呀 卡利普拉内赏 呵呵呵 凄一讲 诶呀呀呀 然后这边的话是 毕竟 嗯 回避 但是 高确立 高确立连击是吧 跟 Keru Keru在场的时候 我也忘记掉了 不过算了 反正这个 暴走女孩 我们的Keru 有他在的话 诶 绝对是 轰轰烈烈的炸过去 好爽哦 突 啪 呵呵呵呵 鬼仙人被他撵着啊 有没有 有没有 哇哦 这就是 台南 诶 这个是 台洛克二九 对啦 然后下一回合也算是蛮轻松的 有普助 有 有 有有有有还有谁 有普助还有谁 HITO-SAN 全体 起绝 诶 有没有 哇哦 これこれ 呃 那这边的话就相对的 随意一些些就好啦 没有开到加工道具这一轮 没有开到加工道具这一轮 下一轮啦下一轮 下一轮我们再来开一个加工道具 哇好爽哦 哦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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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得没得 拖 拖 呀 呃 呃 哎 全服啦 根本就不需要那张技术的双女那个限定卡嘛 我们的 HITO-SAN 有直接上去 诶直接就可以 轻松解决 呵呵呵呵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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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楽しみ 这边又是五名角色来 HITO 一次过 YES 全气劫啦 有没有 没得 全气劫啦 气劫之后 那种气劫之后嘛就是 攻击的对手处在气劫状态下 杀兰尼 ATACK 80% 提升 还有全属性效果八全 是不是 那么就 愉快的 随便打 先把悟空给解决掉 然后 我觉得留住这一位 看了留哪一位比较好 看一下 留卡里夫拉好了 因为连接会比较多一点 多了一个超级三 攻击 攻击会比较猛一些些 然后 这一边 的话 这个样子 最后 之属 然后 两个加工倒计直接请下去 我们这一轮可以杀多少就杀多少 有没有 杀杀杀 行きます 行走 全部破大丸 有没有 杀 1 1200万 哈哈哈 哇 これこれ 楽しみ 1200万 狗狗 连击 拜拜 Vegeta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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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只可以连击两下如果可以连击再连击的话哇那个真的是爽 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出一个能力就是 击杀成功就在超高确立连击多一次必杀 每击杀成功就在超高确立连击必杀这样子哇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单体的火力够强的时候 一轮过 直接把五张角色可以直接碾到爆 大家不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未来 那么这一轮 诶是没有 没有办法把对面全部器杀不过全然问题 有没有 我们 就来一个 奇奇纳斯 嗨 阿拉 阿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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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阿拉阿拉 哎这个样子好嘞 好痛好痛 758万没有器杀少了80%的那个火力之加成 就 稍微有点弱 不过 没问题 依然就是一拳 一拳的事情 万胖门打 啊希特的场合就是这么的一夜了我怎么这么说 有没有 减负啦 这个 极限超级战都录了 在现阶段来说 基本上就 只要那个类别的角色已经有成长上来了 都不会有太大的 难题 大部分的情况是这个样子啦 OK 那么就 诶 HIT-O-SAN 直接 继续 继续 HIT-O-SAN HIT-O-SAN 799 财心大了就是财心大了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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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叮 哎 就是这么简单 只要让希特出手 那么 问题不达 那么最后这一边 敌方虽然说不是 以兜生存篇的角色嘛 不过 有啦 有啦 来啦 又是气节啦 8颗嘛 希特吃这一个好了 不要把那个猪弄到太乱 7颗 然后有6颗 OK 那么 这边 诶 当然就不用跟他客气了 两个加工道具下去 绝对是 HOMOSIROID 只有两颗 两个连接着 希特在这边连接就是 败笔啦 这个是最最最最 让人 比较比较觉得 诶 为什么这样子的地方啦 不过其他方面 帝希特都 很神 这就是 全体 全体气绝 然后全属性 效果拔群 哎呀 没有连击 超威 骂我自己这一张 虽然说是开了两路啦 可是 连击也点高了 但是好像没有好友的能发挥啊 哇 马基嘎 One turn kill 可能性是有咯 我们的这个 暴走你来 carry 三连彗星的话 没有啦 没有机会啦 看就知道了 这个 掉下掉血的那个力度太少啦 340万非常猛 诶 都是非常的猛 在 现阶段来说可能说最大上限的输出 没有到我们想象的那个高度啦 可是 其实已经是非常够用的啦 再来一个鬼魂 那么就 愉快的结束这一绕啦 HIT-O-SAM O-NEGA-SIMASU 行喽 行喽 呼呼 SASUGA DESU 不愧是彩星好友 千万 拖 哎呀 哎呀 OK啦 卡利富拉内角 就由你来解决呗 好 就这么的简单 这么的轻松 一路一路靠希特敲过去就好啦 一拳 一拳一个小朋友 好爽喔 一直气绝一直爽 希特的主战场啦 始终就是要战斗路啦 好说现在我想回来啦 我们的那一张 自主的天使惊弗 就是今天极限在那一张啦 虽然说在 Redzone上可能没有那么好发挥的 但是 可以很明显的确定就是 他的主战场就跟希特一样啦 是在战斗路上面 嗯 绝对是强悍的啦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OK 就是这样子啦 简简单单的就通关啦 嗯 也就大家 好运一点 不要 不要衰衰讲 我们希特的那个全体 气节没有出来 诶这样子的话就 比较麻烦 要多耗一点道具 如果希特的全体气节有出来 那么就简简单单的 Buzz过去就好了 好 诶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 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 麻烦帮忙点个订阅 谢谢 就位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